好,我们现在讲的是Gradding Gradding是 就是调色调光了 Premier里面的 那当然相形之下 比较好的应该还是 达文西 达文西应该比较 比较更适合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Premier的也还不错啦 不能说它真的不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 我把素材分出来了 但是我自己 自己不知道丢哪里去 我看我自己从这边下载好了 啊 有到吗 没有,我是在炒素材 我素材 我素材自己 自己找不到,我现在再Coding OK,好,现在呢 把这三个素材放进来 我先把这个目前的专案 先删除,Delete OK,接着三个影片放进来 还有再来就是我的Walking Space要改 Walking Space要改成Color Color 好,所以你这边 Walk Space要改成Color 改Color以后呢 现在就是先把这个正常的影片先放进来 接着是放偏亮 跟偏暗 那这边呢,记得按一下斜线哦 就是相正的正,Backspace下面那个按键哦 F12下面的按键 顺便检查你的输入法是不是ENG哦 OK 我们现在第一个呢 先把这个左边的视窗呢 改一下 他这里呢会有Preset 我们直接选有Webform 然后再加一个是 要有Vectorscope Webform Vectorscope Parade 我看一下 那个中文真的会 真的会看的 界面看到有点怪 OK 好,这边呢 先说一下这怎么看哦 首先呢 这个Vectorscope 上面这一个啊 左上的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现在其实应该直接先给你看Vectorscope就好 首先呢看Vectorscope 这边的是红色 这是阳红色 Magenta Red Blue Sion Green Yellow 所以就各种颜色 那这是告诉你什么呢 这是告诉你画面上的颜色的分布哦 越往外色彩薄度越高 然后是偏什么颜色 他整个画面几乎都是偏黄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黄的这个地方分布的 就几乎都在这个位置上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颜色分布的一个监视器哦 你现场拍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Monitor 给你看你拍摄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哦 对 再来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webphone哦 在webphone里面呢他看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我先关掉一次给你看一个就好了 这个是看画面的明暗哦 我不知道解析度怎么可以长这么低啊 这也太低了吧 怎么那么丑啊 好这边呢 这是画面明暗的意思哦 从左边这边开始看好了 这里有一张纸偏亮对不对 越上面越亮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比较 这里就是有一些像素分布在这边 越上面越亮 然后左边就是代表左边 右边就代表右边 所以你看到这一块偏亮的是不是就在这里 有看到吗 再来这边呢 微微的亮 所以呢就这一区 有看到吗 然后暗的东西呢就是这样子 呃呃呃呃 这个都是分布暗的像素 这就告诉你画面的明暗分布哦 越上面越亮 越下面越暗 然后左右是对对应画面的左右 可以吗 可以哦 OK 好 其实 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两个而已的 就是Vectorscope跟Webform 所以Webform 他还没有翻译的 就只有写过YC 然后这是Vectorscope 这两个打开来 但是呢现在呃 我在调的时候 我看这个 画面还不能调啊 你现在看哦 这里是偏亮对不对 偏亮的时候这边呢有一些地方有问题 就是这里这里哦 其实已经有一些地方Clip 就是说他亮部阶调有些是不太完整的 这边呢是他的暗部阶调有一些不太完整 看来呢这个是最惨的 因为这个下面的整个被切掉了 所以他暗部细节大概全部都不见了 这样看得懂吗 所以影片 在拍片的时候 拍照片跟拍影片都一样 我们拍的照片跟影片 不见得是当场的曝光值就是要对哦 他的亮度不见得就是要对 是要选一个事后 我还可以 我要怎么调都可以的一个 明暗度会最好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拍照片 你可以稍微拍拍的稍微暗一点 然后事后他可以拉回来之类的 这种大概就是久了 你就有一个经验在哦 但是我们现在先看 这画面真的品质很差 为什么 这画质真的差得可以 奇怪 这样看不清楚 比较好 好 再来呢 我们现在看这里哦 Basic Correction 第一个看这个LUT LUT是所谓的lookup table lookup table 我带有两个功能的第一个功能是不同的机器拍的时候他有个lookup table他可以就是说不同的机器拍的这个影片呢他可能接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色彩跟明暗阶调会比较正常 第二个是拿来做像Instagram一样的滤镜套用啊所以我这边的可以找一个我可以找一些找个网站给你看哦 就我们之前讲过lookaer这一类的网站这个其实是盗版网站了但是因为他里面就是有一大堆LUT可以看的 这边的可以直接搜索这个 这可以套用在照片上也可以套用在影片上哦所以他这边就会有大堆LUT哦你可以看到就是套了以后可以直接得到你要的一个风格哦 那他可能可以在premiere用可以在da vinci用update face用fusion用很多地方可以用啊这边可以播一遍 这是声音没开吗 好了可以的大家知道就好了所以LUT是什么现在大家知道有两个一个是色彩校正用一个就是风格的套用啊 那像LINERUN那种软体也是可以套这种东西哦可以关了 那下一个呢是看这里哦这里呢他这个有自动功能的这是新的 自动 哎哟 Reset 哎有差哎 还不错 那现在呢先讨论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是看这里哦 White Balance 白平衡啊 他这个界面因为双语现在看起来有点诡异哦 白平衡这个低管呢是要去吸画面你觉得应该是纯白的地方 只有动一点点的没有太大的明显的改变哦 那这边我要说一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的是我举一个生活上你会用得到的例子哦 你去一个咖啡馆然后或者一个酒吧他里面的灯都是黄灯哦拍出来的照片会整个严重偏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去拉这个色温呢就把它叫回来 如果你觉得他那个黄已经跟现场看到的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拉这个色温所以色温这个很重要 不管是在调影片跟调照片色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在拍 拍影片要去做合成的时候现场会摆一个就是各种颜色的一个板子 放在前面先拍然后就是事后叫的跟他一样而且还有黑白阶调 会有灰阶的然后会有各种色彩那个板子先放在前面拍一小段 这个影片到时候色彩校正就很方便了 那再来Tint用不到因为这是上色这个都太夸张了 平常比较不会去用这个 这是色彩饱和度嘛也没什么好讲的 Saturation 在这边的现在开始要讲重要的就是 Esposure 这个重要我讲完这一段就让大家操作我们先到这里来找一个比较废的像这个 这个都很明显 因为他其实过量 但是因为他阶调还算完整 就是他最亮跟最暗都还是凹凸凸 表示他阶调是完整的 上面跟下面这一区都是凹凸凸的 所以阶调完整的时候就很容易救回来 我们看 第一个调曝光值 你可以看到曝光值在调的时候 他是从哪边缩方 他是从这个地方是他的中心点 去缩方 OK 所以曝光值大概 先抓一下 再来是对比度 Contrast 你可以看到在拉的时候他是中间 中间是中心点 然后去做上下缩放 你可以看到有叫跟没叫已经开始有差别了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对照 有没有看到 OK再来 对比 再来是highlight 跟white highlight跟white是控制上面这一块 亮步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lightroom那类软体里面也有 我可以看到他就是像这样 有没有他的亮步 那调的时候记得 不要让他过度曝光了 其实这边已经过度曝光了 阶调已经快没了 所以就 拉一些就好 然后white 也是在调亮步 但是他调的方法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左边就 知道 其实不用去记他的做法是什么 你只要看画面就好了 然后shadow跟black 是调他的暗部 所以就是什么样的影片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影片就是他亮步跟亮步阶调也有 他的暗部阶调也有 那像这样子原来这个是 就不好啊 因为他整个就往上跑 所以你要尽量就是让他上面也有下面也有 OK吗 我这基本校正 states 我还有位 Adventure 所以第几 Ton